哈喽大家好 我是以及31岁的魔法师YouTuber Guma-san 什么Guma-san 你平时不适合不要脸说 自己是永远18岁的飞宰吗 为什么你出来说自己的真实年龄啊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等一下 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平时对我在自己的影片 或者专业有常认说自己是魔法师的好吗 而且我哪里不要脸说自己是永远18岁啊 这是事实啊 好啦 前面有这样的开场白呢 是因为我今天要聊的动画 与30岁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就是大叔新人冒行者 被最强小队 劈死断裂后无敌啦 以下解称大叔冒险者 我相信各位观众们听到本作的名字后 第一个想法应该是 唉 又是罗奥天动画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名字有最强无敌之类的字眼 很难不联想这是一部罗奥天翻啊 所以当时大叔冒险者播放的时候 我并没有马上去追 我是看见黑基尼和贵台小姐的 欧白很大的关系 我才没找来看的 对 我看法的理由就是如此的肤浅 那话说这两个人欧白未必太大了吧 他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是用欧白交流啊 所以我就追了这么发一口气追到了最新进度 首先男主角真的很强 目前多巴里的敌人只有被秒杀的份 所以起初看第一话的时候 会真的以为男主角就是罗奥天 但之后陆续追了二三四话后 我的想法又改变了 我不觉得他是罗奥天或者是开挂的男主角 甚至我觉得他的故事挺有内容的 他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追梦的无奈和勇气 连我这位已经中年的永远18岁男儿 看了这部番都有一股很莫名的共鸣感 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就和大家分享大叔冒险者一到四话的关后感吧 温馨提醒 话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温馨提醒 水时间啦 接下来的节目还有暴露内容 请各位观众们多多注意哦 首先本作的OP就已经告诉你 这是一部讲述大叔勇往直前的冒险故事 不只是整个OP取得后哥非常造的气息啊 就连他的歌词都是为这位大叔亲身打造的啦 有兴趣的观众们可以听听本作的OP哦 大叔冒险者的故事是讲述 立刻是因为32岁才开始当冒险者的大叔 可能未看过该番的观众会觉得 诶?32岁才当冒险者不迟啊 有什么好奇怪的啊 但是其他冒险者可不是这么想的啊 当立刻参加冒险者考试的时候 其他考试看见立刻都是一连表示 有没有搞错啊 大叔当冒险者是认真的吗 在这里我就要稍微向大家解释一下本作的设定啦 在本作里你不要说30岁当冒险者很迟啦 隔继其中一位冒险者考官兼B级冒险者的说法 他当初24岁才当冒险者计算很迟啦 首先冒险者的四大基础能力分别是 体力身体控制磨力量以及磨力控制 尤其是磨力量 它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难锻炼的 甚至无法成长 最佳的锻炼年龄是20岁以前 偏偏磨力量对冒险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基础能力 毕竟很多技能都需要用到磨力量嘛 所以这也就是为主的地方考试们都这么年轻 然后考官说自己24岁 时当冒险者的原因啦 既然立刻32岁才当冒险者 那他的磨力量肯定是烂到很可怜的那一种啦 虽然是这样说啦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 立刻干了非常多烂的傻眼的事情 例如这个类似史莱姆的测量器 虽然是使用高级魔法打爆他都很困难 但立刻一群就打爆这个测量器 甚至还连后面的墙壁都打穿啦 之后还有一个是繁域魔法的测试 他没有使用专门繁域魔法的技能 被魔法射到易拉毫发无杀 甚至巨型后面他对付一些敌人 例如这位A级冒险者 间把弃魔法师也是轻轻收收就赢啦 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就会心想说 诶不对啊 你刚刚不是说这不是罗奥天发吗 但男主角的做法 好像和罗奥天一点区别都没有啊 其实在故事里 还真是给出了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虽然说男主角的魔力量已经无法成长啦 但是其他三大基础能力还是可以成长的 所以立刻30岁 从冒险者的柜台工作辞职后 他使用了两年时间去修炼这三大基础能力 而且立刻是有师傅的 就是这四位A级冒险者 诶所以他准确来说 应该是同一个小队的伙伴啦 因为这个团队的目的是 为了打扮一个传授中的魔物 这也是立刻的目标啦 但是立刻会这么强呢 也是这四位冒险者把他给造成这么强大的 所以把他们试了称为师傅 我觉得是OK的 至于是怎样的训练法师呢 听立刻和这位师傅的说法 立刻在训练的途中已经死过好几次啦 对你们没有听错 我也没有瞎掰 立刻是真的死了又复活 复活后又死这样的地狱魔鬼训练法师 而且是为止两年没有听过才会变这样强的 在前期故事还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的恐怖啊 毕竟最多就只是口述相传而已 我不知道这样讲算是爆雷吗 在接下来的斗技产篇 你们就大概知道了 立刻以前训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然后表示 哦男子会变这么强是很正常的啦 除了他不是天色无敌的体质以外呢 立刻在场也好 目前来说呢 还是打不过自己的师傅们 而且冒失之后的敌人应该更强一些啊 所以这也就是我会说 他不是弄奥天的主要原因啦 当然这时有看过该动画的观众会表示 诶不对啊 Gumasa 敌哥在30岁还没有成为冒险者的时候 他的技能突然全心打爆了飞龙 这已经算是开挂了吧 没错 这个能力的确是盲向开外挂的 但是在故事里呢 也有解释到 这个技能是无法随意使用的 这一触发能力条件嘛 在未来不久的剧情会解释条件是什么 我只是说这个条件 以南锤在第四化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关联 而且这个技能也不是无敌的 那除了这段回忆以外呢 立刻是没有使用过这个技能能力的 他几乎是靠着自己的基础之力打爆对手 所以即使体力的技能很佳 也无可否认立刻是一位很努力的冒险者 而且立刻过去的背景也是显得很好 虽然是那种 因为我的家庭音速已经天赋的关系 所以我没有办法追寻梦想 到我不想死心的老套激励剧情 但我当下看见这段剧情呢 的确是有被激励到啊 与此同时我也会想到 我的旧频道挂掉的那一天 我面临了一个人生分水里 那就是我该不该放弃做YouTuber 毕竟我那个时候年龄也不小啦 回归社会出外找工作发展还来得及 但我很信心自己一来选择YouTuber这条路啦 因为美金话满币很像 不是我是说自己很喜欢做这一行啦 大叔冒险者虽然外表上是一部耍番 但实际上他讲的是我们这些大叔的追梦魂啦 所以我们两者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啦 唯一的差别是他身边有一个很漂亮的黑精灵 然后我什么都没有 OK虽然我前面说了很多我喜欢大叔冒险者的地方 但是他的问题也是蛮明显的 尤其是这部动画的回忆真的是多到爆啊 我先声明一下 我不是不喜欢回忆 故事有回忆剧情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大叔冒险者的回忆剧情 我觉得是多到有点太过分啦 他特别喜欢在很紧张的剧情时去创造一些回忆 而且回忆还不短哦 至少有一两分钟 接着回忆完后 剧情推进故事 结果当下故事还没完又进入回忆篇 一直打断观众看翻当下的情绪 最明显的是地杀化 立刻对付这位法器魔法师的战斗 我先大家看地杀化的时候呢 就是想看立刻如何打爆这位法器 因为之前就已经有描述 这家伙到底有多坏啦 不止打伤别的考官 派杀手口吊立刻 而且还一直有援引召大大叔们的追梦魂 所以大家看地杀化呢 就是为了要看主角和法器正式开打的大场面 但是打到才打一下子 突然就跳出回忆 立刻是如何被四位师傅超到变强 不然就是途中又解释了一大堆的设定 我知道解释设定很难准备过去是必须的 但一时打断剧情节奏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自己看地杀化的时候呢 就很不舒服啦 必须想说 我靠你们可以先打完才回忆吗 不要一直打断我好吗 希望之后的东西长片 可以在回忆剧情这一方面 稍微再拿捏一下篇幅 或者是调整 进入回忆的时机吧 然后立刻的问题是 蛮多网民提起到的 那就是目前的战斗太过维和制了 就是那种你打一下 然后我打一下 接着你又打一下 接着我又打一下 那种战斗场面 看不见双方有什么对峙 或者户队的画面 以其说是这部动画本身的问题嘛 我更觉得它比较像是 大多数罗奥天类的动画会遭遇的问题 虽然我前面有说 大叔冒险者不是罗奥天吧 到问题是目前的反派 就是洛基 然后直接摆在他们的面前呢 就是罗奥天的存在 再加上前面杀化的故事 就是向观众展示 立刻经过两年的修炼后 到底有多强 但也不可以太快结束战斗 所以第三话 你才能看见 把气魔法师射了这么多力的魔法 男主角一来毫发无杀 然后没有反击 接着中间又有嘴炮之类的拖沓剧情 个别说还有我前面提到的 中途插入回忆剧情的问题 所以目前来说呢 战斗画面的表现力 真的并不是很理想 结论还是和之前一样啦 希望这些问题 都可以在动机场片 能够有一些改善吧 好 以上就是我对 大叔新人冒险者 对最强小队拼死断流无敌啦 的目前观后感 目前总结是 不错 我蛮喜欢的 果然这就是三十多岁大叔 会互相思议的道理嘛 而且除了是看超强大的大叔 以及师傅们以外呢 最重要的其中一位师傅 嘿 精灵真的是太棒啦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喜欢看 这种大叔努力的题材动画 或者罗奥天动画 虽然他不太算啦 但他也是强得很夸张啦 所以喜欢罗奥天的观众们 大叔冒险者 我过把他推荐你们去看哦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 大家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们有什么动画和西方 想要介绍给我看 以及希望我拍影片聊聊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 去分享你们看法哦 既然如果你们喜欢 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 点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支持我哦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